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曾经讲过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的故事 这艘船曾经满载瓷器 茶叶 丝绸等中国货物 从福建泉州出发 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 不幸在华光礁附近触礁沉没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 同样也是一艘福建泉州的古沉船 七百多年前的一天 正值中国南宋时期 伴着晴朗的天空 一艘满载着香料 胡椒等异域货物的 远洋三维商船正在海面上航行 船上的船员都在各司其职地忙碌着 如果不出意外 再等几个月 他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 船长在安顿好一切以后 打量着一箱箱珍贵货物 思绪已经挑回了自己 要到达的那片土地 福建泉州 泉州背靠青原山 面临泉州湾 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都十分优越 从唐朝开始 泉州就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 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了 一年前 同样也是这艘船 满载着中国的丝绸 瓷器和茶叶 在运往东南亚各国后 这些商品很快就被销售一空 他们拿出收入的一小部分 购买了泉州商人 早已预定好的香料 胡椒等东南亚特产 在中国 这些异域货物十分受欢迎 然而海上的航行 总是充满着艰辛与风险 在经过几次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后 有一个船舱不幸出现了破损 大量的海水涌了进来 船上的水手立刻跑去报告了船长 船长却并没有表现出很慌张的样子 而是马上叫来了负责修理船舱的船工 让他过去维修 船长为什么会如此淡定呢 考虑 Shelley 维修理船 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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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又是一年刺铜花开的季节 泉州港内各国帆船往来如之 岸上货物堆积如山 此时的泉州城内外呈现出市井石州人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 每年的贸易时节都是刺铜花开的旺季 因此泉州城也叫赤铜城 马可波罗就曾在他的邮寄中这样记载过 赤铜城的沿海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 大批商人云集于此 船舶往来如之 买卖的盛矿令人难以想象 而此时商谷云集的泉州港 有几位商人却好像在焦急地讨论着什么 原来他们都在等一艘货船的到来 在那艘船上 有他们从东南亚国家订购的香料 胡椒等异域商品 然而东北季风渐渐吹起 赤铜花开始凋落 泉州港内的外国商船也越来越少 这几位商人们开始失望了 他们预感到这艘商船 可能再也不会驶来了 走马跑船三分命 在航行过程中 疾病 风暴 礁石以及海盗 都会成为海上商船的威胁 在当时像这种最先进的木帆船 有时也不能幸免于难 转眼七百年过去了 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 繁荣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但一段机缘巧合 竟然让一艘宋代古船 又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1973年夏日的一天 天气异常闷热 一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的调查队 正在泉州近江下游和厚竹港一带 搜寻考察着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遗存 在与当地老乡的随意攀谈中 专家听说附近的一处海滩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大木板 每次退潮后还能隐约看到一艘破木船 多年的考古经验 使专家下意识地想到 这事儿可能不简单 在这位当地老乡的引导下 一行人立即赶到了大片海滩附近 可此时正值涨潮 白茫茫一片 什么也没有看到 为了一探究竟 几位专家几天后又来到这片海滩上 这一次几位专家兴奋地发现 在离岸边一百多米处的海滩上 的确有一艘残破的大木船 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 几位专家终于靠近了这艘船 在经过初步的勘探后 专家还从船内的淤泥中 捞出了几块宋代典型的青瓷片 这可能是一艘宋代沉船 几位专家对古沉船上的发现 极为重视 立即向上级报告 在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这艘沉船的发掘工程正式开始了 两个月后 这艘沉睡已久的古沉船 终于抛却成沙 完全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这是一艘南宋时期的 中型远洋三维帆船 它是一艘泉舟船 七百多年前 这艘船满载着香料 货物 从东南亚回来 但是很可惜的是 它却在家门口 泉舟湾后竹港沉没了 当时挖掘这艘船的时候 这艘船的残长有24.2米 残宽9.15米 复原之后 船的全长可达34米 宽度有11米 整艘船的形身3.27米 载重量200多吨 相当于700多头骆驼的载重量 考古专家在对船内残存 进行清理发掘后 整理出文物14类 共69项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 除此之外 还有少量药物 陶瓷器 铜铁器 钳壁等 这些是船中出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三个一位 沉重重量 民主党的 这部门 这部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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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